好难喝啊这个茶 又做什么好难喝啊 我尝一下 啊 你在做什么鬼啊 阿华老师 为什么我泡的冰淇茉莉茶汤 怎么又苦又涩又没有香气呢 你怎么泡的啊 就你上次教我泡鸭屎香的泡法 鸭屎香的泡法 那仅限于鸭屎香 那绿茶肯定是另外一种泡法啊 朱雀不要说认识我啊 今天我再教你重新泡一遍 好的 那我们上一期呢 我们教了大家的鸭屎香泡法 那么绿茶肯定跟鸭屎香的泡法是不一样的 那么今天我们再把绿茶的一个泡茶方法教给大家 那么首先我们绿茶呢 当然我们也要看茶叶的品质定义啊 我们选用的一个比例跟它的水温 然后去泡 今天我们教大家一个 它既可以做鲜奶茶又可以做果茶的一种泡法 那同样的啊 我们先把茶叶称出来 称50克 先放一边备用 那么绿茶呢 我们啊 温度不需要太高 我们需要控水温 我们大概在75度 那么我们可以下少量的一个50到60克的一个冰块 然后叠加到1250克 然后我们再测一下水温 那我们到75度啊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把茶叶倒进去 轻轻搅拌到茶叶完全浸湿 那么我们计时泡7分钟 我们在泡茶同时 我们可以先把冰块称好 冰块称为750克 冰块称好之后呢 我们先放着 等茶泡好之后 再把茶汤过滤到冰块当中就可以了 茶汤泡好之后 我们直接过滤到我们刚才撑好的冰块湖里 泡茶同样的啊 我们不需要去挤压它的茶叶 只需要把茶汤完全过滤出来就可以了 过滤完茶汤之后 我们再给它搅拌冰块跟茶汤完全融合 我们搅拌均匀之后呢 如果是没电用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它倒入保温桶去保存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绿茶的使用时间呢 建议大家四个小时一换 然后接下来我们做两杯产品给大家展示一下 首先我们来做一杯柠檬茶 在雪克杯中加入60克的一个香水柠檬 然后垂打出柠檬的香气 然后我们再加入冰糖浆 这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好的甜度去增加 我们现在加40克 加入250克的冰淇茉莉茶汤 冰块到700毫升克多线 雪克摇匀 摇匀之后直接倒出饮杯就可以了 非常的清爽啊 有茉莉的花香 还有茶感很清新啊 然后下面我们再做一杯鲜奶茶 首先我们在雪克杯中加入15毫升的咖奶 70毫升的鲜牛奶 加入200毫升的一个茶汤 我们现在加的是20克 然后这里我们先搅拌均匀 然后再补冰块到500毫升克多线 如果说没有奶昔剂的话 那我们直接啊 采用搅拌的方式去做也可以 搅拌均匀之后 直接倒入出饮杯就可以了 那这一杯的甜度不会很高 它属于一个七分堂的一个状态 那么入口它的一个茉莉花香 是很舒服的啊 很清香 奶味它不会说很腻 它也是比较清爽 整一杯的鲜感都是很适中的 所以大家喜欢鲜奶茶的朋友 可以去试一下这种做法 那我们绿茶的一个泡茶方法 跟我们的一些制作应用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想要了解更多饮品配方的评论区 打注666 我是阿华 跟我一起去做饮品吧